那是汉朝第七部 妖孽乱政帝国瓦解 从士大夫代表袁安和外戚代表斗县争斗协习 到王允联合吕布刺杀董卓为止 您现在收听的是《月望东山》作品 那是汉朝第七部 妖孽乱政帝国瓦解 有听我想听的喜马拉雅FM出品 杨腔腔为您播讲 第四十集 庸人隐郎 这话说回来 何进能够接受奋卿袁绍的策略 不仅认可袁绍的实力 他更认可袁绍背后的那块招牌 什么招牌呢 就是他的家族 袁氏家庭 要知道从袁安算起到袁伟为止 历经百年四世三宫 门生孤立遍布天下 如今举目汉朝 袁氏家族的袁伟 时任太傅掌握重权 是何进坚定的拥护者 那袁绍就更不用说了 手里呢有兵权 袁绍的堂帝袁术 实为虎奔中狼将 袁氏家族 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诱惑 叫何进怎么能够拒绝和袁绍合作呢 这就好像一句广告词里说的 我就是欧莱雅 值得你拥有 这我当然是袁绍了 反之 我 袁绍就是耶罗王 是宦官的噩梦 事实也证明了 袁绍才是宦官们的真正挖木者 命运的终结者 袁绍的门客走了以后 何进的似乎从来没有像今天这般兴奋和忙碌过 他兴奋 是因为他仿佛看到了成功近在眼前出手可及 忙碌呢 是因为到处拉人 除了袁氏家族以外 他还拉了当世诸多英雄豪杰到圈子里头 共同举大事 这些英雄 其中呢就有皇门侍郎 巡忧 尚书 郑太等 何进呢在忙活 对手也没闲着 此时 简硕仿佛已经从空气中 闻到了一股浓烈的血腥之气 他认为 他搞过何进一次没有成功 这次何进是不可能放过他的 唯一的办法 就是向同门帮派兄弟啊 求求助 简硕的江湖帮派兄弟 当然就是后宫的那些宦官了 他给赵忠等人写了一封信 这样说 说何进家族啊 已经控制了政府 独断专行 企图联合天下死士 要除掉宦官 他们一时还没有动手 是忌惮于我们身为部队元帅 我们不如团结起来 先下手为强 把这个何进除了再说 赵忠收到了简硕的奏书 没有来得及表态 而是把所有的这个中常事啊 都给叫过来 一个个轮流的看着 看完了 大家就开会讨论 怎么应付这场危机 很快结果呢 也出来了 谁也没有想到啊 这场会议 竟然是宦官们集体 将简硕给出卖了 宦官们呢 以实践充分证明了一个残酷的道理 江湖没有永远的兄弟 只有永远的利益 他们的处事哲学就是 为了兄弟 可以插敌人两刀 为了利益 也可以捅兄弟竖刀 说起来简硕啊 也别怪宦官们不支持他 要怪就怪自己 撞邪碰到了鬼 论实力 他根本就不是何进的对手 他的身边有何进的卧底 他的宦官集团里 也有何进坚定的支持者 那个不惜一切代价 支持何进的人 叫中常事郭胜 是何进的老乡 如果用一句很透骨的话来说 这个郭胜和何进的是同一条船上的人 当初正是郭胜经过多方努力 才让刘红封何进妹妹为皇后 后来何皇后听说 王美人生了刘邪 生怕抢了自己的位置 立即派人把王美人给堵死了 刘红听说以后 跳下了骂娘 叫嚣着要废掉何皇后 但是刘红还没有把何皇后废掉 这是为什么呢 这就是因为有郭胜在幕后做工作 他联合诸位宦官向刘红求情 这件事才不了了之的 也就是说从一开始 中常事们跟何太后就打交道了 而且关系还很不错 而赵忠也相信 如果没有宦官 就没有何太后的今天 何太后应该也不是那种 过了河就想拆桥的人 所谓帮人帮到底 送佛送到西 基于以上考虑 在何家和简朔之间 唯有牺牲后者了 于是宦官们达成了一致的意见以后 拒绝了简朔的提议 并且把简朔的信 转交给大将军何进过目 这个时候的何进得意极了 简朔你完蛋了 同门帮派的人都帮不了你了 就算是神仙来了 也是白搭了 4月25日 何进命令黄门令逮捕了简朔 诛杀 同时接收简朔的部队 天下兵权就这样 全部都落在了何进的手上 这个时候呢 是世界最疯狂的时刻 宦官卖简朔 何进呢准备卖宦官 那何进等谁来出卖呢 哎不要着急 各位往后听啊 后头会有结果 搞死了一个 何进呢还想搞死眼前这个不识抬举的董太后 董太后和何家的梁子 早在当年何皇后毒死王美人的时候就结下了 董太后收养王美人生的流邪 估计呢有两层意思 一个是流邪放在身边最安全 何太后不敢对这个孩子动毒手 另外一个就是想好好培养培养这个孩子成人 将来呢为母亲报仇 所以董太后对何太后的这个态度啊 是水火难容 恨不得一口吃了她 无形之中 两个太后不和 也造成了宦官内部的不和 大多数宦官是董太后的支持者 而以郭胜为主的宦官 却是何太后的支持者 女人吵架吵到这个份上 的确是够出神入化的了 对何进和袁绍来说啊 她就喜欢看的是这种宦官分裂 野兽不结群容易被捕杀 宦官要分裂 要修理他们 似乎呢也不是很难的事了 但是在诸杀宦官之前 何进必须解决董太后 因为董太后何太后的矛盾啊 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了 不得不在他们之间做出一个胜负了 老太婆董太后为什么火气旺呢 为什么胆敢跟何太后拍板呢 那也是有原因的 一个原因是董家的势力啊并不弱 董太后的这个兄子叫董崇 施为飘起将军 这是其一 董家背后还有一大堆宦官支持者 这是其二 还有一个 董太后啊 以老卖老身为婆婆 哪有被儿媳妇欺负的道理呢 所以基于以上的原因 董太后屡屡插手正直 跟何太后抬杠 何太后呢当然也不是好欺负的 只要董太后出来干政 她就二话不说 直接把老太婆的手打回去了 于是恼羞成怒的董太后 跳起来大骂何太后 说啊 你嚣张什么 你倚仗的不就是你这个老哥何进吗 我告诉你 我要叫我家的飘起将军董崇 砍你们家何进的头 那也是一眨眼之间的事 最后呢 遮丑布都被老太婆给扯掉了 既然这样 何太后还有必要忍让吗 何太后告诉何进 说啊 董太后欺负啊 老哥呀 你可得替你的妹妹报仇啊 何进听了以后啊 心里都不禁替董太后悲哀了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 你偏要来 好吧 让事实证明 到底是谁砍谁更容易 五月何进的联合三宫 弹劾董太后 说他勾结周郡政府贪污 钱财全部都积在永乐宫 还有依照传统 封国的王太后不可以逗留京师 您现在收听的是 《月望东山》作品 那是汉朝第七部 妖孽乱政 帝国瓦解 有听我想听的喜马拉雅出品 杨腔腔为您播讲 如果您觉得我播讲的还是不错的话 可以给我点个红心 点个赞 评个论 或者打个赏 在这儿 我谢谢各位了 董太后有没有贪污 其实从刘红爱钱的特点 就可以知道一二了 有其子必有其母 老太婆积了不少钱 应该是真的 其次董太后之所以有今天 不是因为她老公是皇帝 而是生了一个走运的儿子 当了皇帝 人家要规规矩矩地 把她遣送回和建国 那也是没辙的 这下终于看出谁更厉害了吧 5月6日 何进派兵包围了飘旗将军府 逮捕了董崇 免职 董崇知道啊 现在是大势已去了 自杀 一个月以后 董太后毕命 老太婆是怎么死的 据说啊 有两个版本 有人说呢 她是抑郁而死 也有人说她是自杀 一切道路扫清楚了 现在接下来 就是要把宦官们 全部都拖到砧板上来剁了 这可是袁绍 自何进灭董家以后 心里一直念叨的想法 但是他等了半个月 却始终不见何进有什么动静 这下袁绍可着急了 袁绍呢 不是假急 是真着急 他是东盼希望 等的就是这一天 可是他心里又想 何进迟迟不动手 别不是赵忠给了他好处 帮他除去了检术 他就心慈手软 跟人家握手言和了吧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可就是天大的坏事了 于是袁绍亲自去找何进一趟 他这样说的 我的何大将军 你到底有没有把我们的伟大事业放在心里 如果没有忘记的话 请你回想一下 以前的斗武是怎么死的 当年太府陈藩警告斗武 出手一定要快 一定要狠 结果斗武没听 被宦官给杀了 今天你手握天下大权 拿捏天下 不急着动手 还待何时呢 何进听了以后 一时无话 奋青袁绍救赐到杀人 可他怎么就不知道何进的苦衷呢 要知道 这杀宦官是容易 可问题是灭了宦官 这宫廷由谁来跑腿呢 这可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 如果不解决问题 后宫可是要乱套的 那更是后患无穷的 然而不久之后 何进的还是进宫 游说和太后去了 顺便说一下 自从上次何进经历了 简朔忽悠事件以后 他基本上就不进宫了 不是害怕 而是袁绍警告过他 后宫不是你的地盘 别轻易的进去 只怕是有去无回 最好待在自己的地盘为好 于是乎 汉朝替刘宏送葬的时候 何进的也没有入宫陪葬 也不亲自出门送葬 没办法 宦官不是什么好东西 不得不防 所以这次何进进宫 他可是下了很大的决心 况且他和袁绍经过一番的探讨 认为灭了宦官以后 可以用三属郎官员 代替宦官做事 只要何太后能够接受这个做法 那事情就成了多半了 但是何进把这个荒谬的想法 告诉何太后 立即遭到了否决 何太后呢 他的反对意见有两条 从古至今 皇宫里头全都是由宦官跑腿的 汉朝旧历也是如此 叫他一夜之间 把老祖宗的做法给废掉 不妥 先帝刘宏刚刚安葬 你去叫我跟一帮世子共事 这怎么能行呢 两句话就顶得何进无话可说 他只好灰溜溜的出宫 去告诉袁绍 何太后不同意诛杀宦官群 我的想法是 不如咱们就诛杀几个特别嚣张的宦官 把他们的威风灭了就可以了 袁绍一听叫道 这怎么能行呢 宦官和皇太后和皇帝的关系亲近 是上下交流的唯一渠道 掌握着稀缺情报 只要他们还有人待在那个位置上 我们就别想过一天安稳的日子 袁绍好像说的也是很有道理的 所以这一时之间 何进又是左右为难了 更让何进没有料到的是 事情的发展已经超乎了他的意料之外 接着何家内部对于何进诛杀宦官问题 也出现了非常大的分析 何家有两个重要人物 又跑到何太后的耳边吹风去了 更加坚定了何太后阻止 诛杀宦官的决心 给何太后吹耳边风的 是何太后的老妈武阳君 以及何进的弟弟叫何苗 在这需要说明一下 何进和何太后是同父一母的兄妹 何苗以及何太后的老娘 也不是白吹风的 他们是收了不少宦官的钱 他们告诉何太后 何进杀宦官是想专权 削弱国家权力 削弱国家权力 就是要削弱何太后的权力 何太后一听这话 心里是一百个不舒服 何进的很是无奈 只好把以上情况 如实的告诉袁绍 这个时候 袁绍似乎很理解何进所处的困境了 然而他沉思片刻 给何进的支了一招 他告诉何进 既然何太后不同意诛杀宦官 那我们就只好来硬的了 何进问了 怎么个硬法 袁绍说 咱们召集天下豪杰以及将领 率领军队进京 到时候兵临城下 何太后到底是想要洛阳呢 还是要保他的宦官呢 依我看 他想不给我们推出宦官都难拿 何进一听 拍着大腿交道 哎呀好计妙计 咱们就这么办了 何进就派人到各地传话 很快何进的意思就传到了董卓这 董卓呢 一接到命令 不由得仰天长笑 哈哈 苍天有眼 老子被黄府松逼得无路可走 今天总算是要熬出头了 悲剧即将上演 汉朝即将落幕 董卓的明天 就是汉朝的末日 这个历史啊非常的有趣 历史呢也非常的残酷 一个办事的拖拉 没有主见的外戚何进 竟然跟著名的奋卿袁绍 组成了黄金搭档 这袁和俩人呢 都自以为很爱国 很想救国 结果呢 是国家就毁在了他们的手里 国将不国 人命不活 事实上 汉朝不缺乏有智慧的人 在何进要喊董卓进京的时候啊 有人就曾告诉过何进 说董卓这个人相当不靠谱 最好别引狼入室 坏了大事 如果啊 真想要对付宦官 根本就不用戒兵 只要麻利一点 下手狠点 大将军一个人就可以搞定了 说这话的人 就是何进的属下 主部陈林 何进一听 摇摇头 只凭我就能搞定宦官吗 您真是太抬举我了 我可不信 这话啊 打死我我都不信 此时曹操呢 也听说 何进要喊董卓进京 不禁就仰天诗笑 宦官这玩意儿 古今皆有 国家衰败 问题不在宦官 而在皇帝 如果君王不宠幸他们 不给他们特权 那么他们还能嚣张的起来吗 再说了 他们要犯法了 马上移交法庭 一个个的抓来审问 该砍的砍 该杀的杀 该流放的流放 真是弄不明白 何进为什么就想一网打尽呢 这样把动作搞得很大 消息肯定会走漏出去 那我们就等着听老何这失败的消息吧 天下乌鸦何启多 再多曹操这强悍的一只 何进呢 想不被诅咒啊 都难了 尽管说众人一致鼓励何进 但是呢 他还是相信那句老话 人多好办事 还是按照原计划去喊董卓 这个时候 又有人文讯赶来 劝阻何进 他警告何进 说董卓啊 一向寡情 贪得无厌 如果靠他来给你撞胆 他一定会胡作非为 到时候不但把你给坑了 连汉朝政府都会被他给绑架了 你到时候哭都没地方哭去了 况且杀宦官这种事啊 还是那一句话 动作要快 下手得狠 说这话的人是谁呢 是前尚书 郑泰 好了 《月望东山》作品 那是汉朝第七部 妖孽乱政 帝国瓦解 正在喜马拉雅FM 持续的为大家更新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可以下载喜马拉雅FM手机APP 关注杨腔腔 或者微信搜索小杨说事 让我们聊一聊 汉朝的哪些事